股市1.0 我是许玉玲 加入1.0 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2月13号 礼拜一 今天市场上面在观望什么 在观望明天晚上 美国的公布的CPI 今天量缩得非常明显 但是你必须要看得懂 主力大户现阶段 在搞什么东西 在做什么动作 所以今天1.0在一开始的同时 我要告诉大家 美国公布CPI之后 谁会是接棒的黑马骨 因为你必须要看得懂 行情的脉动 看得懂大户资金的动作 所以今天的节目 非常的精彩 首先如果你是我们林家卓家人 在开盘之前 对于今天行情震荡 拉回来的整理 你都能够心里有底 操作很安心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份全市场 独一无二的盘前小线报 那当然今天节目的重点当中 我要来告诉大家 大户主力知道你在想什么 所以今天的市场观望气氛很浓厚 很正常 但是你要知道 现阶段主力大户 在布局什么样子的标的 所以今天我会先从 美国的CPI公布之口 谁会是接棒的黑马骨 当然还有一个现象 今天国防的军工 尤其你是空手人不能够乱追 因为1.0发现到一个讯号 国防军工的个股 有一些主力大户短线 已经站在获利了结的卖方 这个叫做高低基期的转换 转换到哪里 转换到低基期的个股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把1.0的节目 看到最后 好的 那当然今天1.0节目的重点里面 我除了要告诉大家 尤其美国CPI公布之后 谁是黑马骨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今天生计股票的第一位股 剑桥形成了大涨 和轻痛形成了喷出 我们如何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你要知道 股票市场里面 你除了要选对股票之外 你还要知道 什么时候进场进去买 你才能够赚钱 为什么1.0带领我们林家族家人 逢低买进的剑桥 甚至低档布局的合情扣 能够低场卡位 能够布局成功 能够大获全盛 那更重要的是 目前资金在做什么 在做高低基期的转换 尤其高位的国防军东概念股 目前跑到了 网通网通网通 所以留意这个方向 好的 那当然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我说过 我是全市场独一无二 拥有盘前抢先报老师 每一天1.0会从国际的面向 掌握到整个资金的流向 我今天的盘前抢先报 我就告诉大家 今天的台股会形成震荡拉回 但是震荡拉回 是机会 是买点吗 是的 因为今天在测试五日均线的时候 形成的缩量 那为什么缩量拉回来 我认为是一个买点呢 来别忘了 目前大盘中周K线级别 形成了低档的火箭 从月K线级别 拉出了低档的火箭向上 无论是从月K 或者是从周K的级别 我认为大盘 主身段的格局不变 重点是买什么股票 什么时候做切入 你才能够大赚钱 所以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现阶段 还搞不清楚行情脉动的人 欢迎你拿起手机扫一扫 1.0的Light8 全市场唯一一个老师 敢在开盘之前 事先帮大家掌握到 行情脉动的 那也只有1.0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行情的脉动 想要掌握到主流的趋势 欢迎你1.0的Light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是你现阶段 金兔年操作 台股制胜的唯一关键 因为1.0有盘前响签报 1.0还有盘中的零距离 1.0还会告诉大家 大户主力 现在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好 那当然1.0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今天拉回来老实说 我认为它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拉回来 其实早在2月2号 1.0的实战邻居的也好 甚至东升的盘中连线里面 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大盘的年线是扣在相对的高 再加上目前大盘没有量能 没有量能在年线附近的震荡整理 都是一个好股票低阶的机会 目前大盘正在走主身段的格局 这个叫做主身段的震荡整理 主身段的震荡整理支撑 我们短线先看上周的周K线 15363 也就是说短线的周K线 15363能够守住的情况之下 大盘整理完之够还会再攻 而现阶段市场上面观望器 非常的浓厚 浓厚的结果是今天的量能是萎缩的 量缩拉回来何惧之有 市场上面正在观望CPI 大户主力难道不知道 你在想这样子的东西吗 所以我还是要特别告诉大家 如果你金兔年你想要赚钱 你不是只是在旁边看而已 因为我在赚你在看 我才在赚你还在持续的观望 所以想要大段请你一定要在起涨之前 提前卡位起涨之前提前跺脚 好的 那当然呢我其实在1月30号的时候 我就公开告诉大家 今年的行情 已经不会像是去年的空头思维了 因为去年台股大跌了5000点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还停留在 过去的空头思维 你会说1.0啊 我去年我跌下来我就买 买了我就套那今年会改变吗 他一定改变为什么 因为12629不会再来听好喔 因为呢 景气的一个低点 股价的一个呢反应 他领先在基本面之前 当你听到很多的电子股 形成了基本面的落底的时候 股价早就开始起涨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开红盘我们如何抢投箱 我们如何抢到起涨的位阶 我说过每一周都有机会 尤其今天大盘拉坏的过程 所以即新春一号的支援 我们在起涨的时候 提前卡位在起涨的时候 提前坐轿 持续的获利拿好 甚至创围拉下来 我们还是会低阶布局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如果你对于现阶段的行情 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 请你来找1.0 因为我说过 今天呢1.0呢 延续着上周的一个主题 因为我发现到好多的投资朋友 都在这里看跟观望 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 如果你现阶段 你对于股票市场的方向 你失去了一些迷茫的话 1.0今天推出了一个叫做 抢投箱热线你和我 什么叫做热线你和我呢 来听好 前20名幸运的你 1.0会用电话的顺序为主 以留电话的顺序为主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如果你看不懂行情 如果你的资金都插 在股票市场上面的话 你不晓得该怎么去做资金配置 欢迎你来找1.0 所以今天抢投箱热线你和我 其实有一首歌 很老很老的歌 但是我怕我唱了 人家会以我年纪很大 什么样子的歌呢 这是一条赚钱的如热线你和我 铃声响起那就表示表顾悄悄说 除了我让别人就想再有百秒钟 听好喔 今天前20名抢投箱的热线你和我 所以赶快把你的电话姓名留给1.0 1.0汇报最好的最棒的第一首资讯分享给你喔 也希望大家喜欢1.0的歌声好的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今年我给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给你的目标是 每一次赚最好赚的一段 赚最好赚的一段 把最好赚的利润放在口袋当中 去年来 去年1.0带我们铃铃家族家人 去创造了华星光 来我们来看一下华星光4979 4979的华星光我们买在哪里 我们买在它发动之时 大赚最好赚的避开这一段的下跌 1752的一个南光 继华星光之后 南光也是去年1.0带 铃铃家族家人提前卡位 提前坐轿 从三字头赚到四字头 从四字头赚到五字头 甚至在高档的时候 全数获利卖出避开这一段下跌 大跌的走势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有买有卖 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甚至呢我们有个清代家人 他之前有买创意 我请他挑战四字头的时候 先做短线获利八档 这个叫做先卖 再来做低接 所以你的资金如何在短线上面 如何充分的运用 那当然我除了会做短线之外 我还会做波段 会做长线 例如8996的高利 很多人呢是呢看着高利长大的 因为高利1.0在六字头的时候告诉大家 我去拜访过这家的公司 结果高利6字头7字头全市场老师没有发现他的好的时候 我告诉你他的利基点 他叫做呢燃料电池 所以整个股价趋势都还是震荡向上 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卡位早的买在奇长点的早就大赚了一倍甚至两倍的一个幅度 甚至像是1795的美食 美食叫做美丽的1.0实时的照顾你 在174块钱的十够全市场老师闭口不提 但是拉回的过程当中我带领我们的家人提琴卡位提前作教提前来去做布局 今天的美食再创波段新高 创波段新高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这一波1.0看对做对而且还大赚 那从美食之外你可以发现到网头里面的隐藏版的基优森 还有就是和勤控 我今天看到一个家人的留言了好可爱哦 他说和勤控不太会涨 但是今天和勤控怎么样 今天指数拉回来我们手头上的和勤控 却是大涨半跟涨停板以上而且再创新高 亲爱的再创新高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1.0又再次的带领我们的林家族的家人 坐在轿子上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哦 所以和勤控的这一档标的 我相信你是1.0的铁杆粉丝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很多的好股票1.0在没有人发现它的时候 我带领我们的家人提前卡位提前布局 甚至呢像是4743的一个材料KY 4763的一个材料KY 你可以发现到股价沿着十日均线来去做震荡整理 但是呢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据1.0拜访材料KY的这家公司 它今年听好它今年新产能将会提升 再来它还有产能的效应 所以这两个加持之下它会让它的EPS提升 当EPS提升之后本益比的一个呢 获利目标也会开始拉升 这个叫做1大于1的 1加1大于2的倍数乘数效果 所以我也请我们的李宁家族和家人哦 亮说拉回来一定要跟上1.0低阶布局的机会 因为很多的好股票 其实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跟上1.0买点的布局 就像当初的高丽就像当初的美食一样哦 所以呢你一定要掌握住每一个时间段的主流 无论是短线的操作也好 甚至呢中线长线的操作也好 那当然我今天做了一个动作 我今天呢把我手中的6782的释羊 在创高之际先逢高获利调节持股 把最好赚的利润先放在口袋当中 我们有资金之够 等到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低阶布局 就可以低阶满进 这个就是1.0的操作 让你的资金up up活起来 让你的资金活起来 让你的资产呢 更加的一个呢上升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1.0 跟全市场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是实战出身的 不是拿着教科书 告诉你基本面念稿而已 告诉你基本面 却不告诉你买卖点 老实说 那个呢就是在教室里面呢 看教授里面上课而已 我们是实战出身 什么时候叫你买 什么时候叫你卖 什么时候大赚最好赚的一段 1.0做得到 好的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我除了会做短线的一个呢 上涨的幅度之外 甚至波段跟长线 我们该如何布局1.0 都有全方位的规划 所以1.0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明天 明天早上9点25分 我有盘中的连线哦 那这个是新增的 你会发现到 东森的盘中连线 只有一位女性的超盘手 那个就是1.0 为什么1.0能够受邀 东森盘中连线 你要去想 很多的老师买这个呢 东森节目的频道 他是要用钱买的 但是1.0不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得懂1.0的实力 而且呢每一次呢 到1.0连线的时候 收视率都会创高 所以1.0的认真努力 1.0的实战出身 已经获得很多很多的投资朋友 市场上面认可 那如果你想要掌握到东森盘中连线的 欢迎你把这一张照一下 甚至做一个动作 来做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呢 把1.0的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把它扫描一下 把它扫一扫 加入1.0的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欢迎你订阅分享按赞 而且开启小铃铛 好的 那这个是我今天呢 在东森盘中连线的实购呢 我跟曾伟的一个主题 因为今天呢 大家市场上面普遍在观望 明天美国晚上CPI的一个公布 但是我特别来告诉大家 大户他目前在做什么 他不怕CPI的公布 所以今天无论是高价个股来 今天的高价个股 3661的市新KY 今天的市新KY盘中一度的挑战千元的大观 所以你一定要发现到市场上面的现象 当千金股越来越多的实购 这个叫做大户的状况 那当然你短线里面呢 像是创意 创意他要挑战千金的实购 形成了一个过关拉回来的走势 所以我们请清代的家人 在呢挑战四字头的实购 先获利卖出 等到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再来去做低阶布局 这样子的资金你就能够活化 那当然一点你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今天网通的低价股有表现 所以大户主力是站在偏多的一方 那今天呢 稳帽来注意一下稳帽 3105的稳帽 3105的稳帽呢 防守点位先看2月10号的大量低点160 大量低点160能够形成有手 它代表主力大户偏多操作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今天 没有办法形成了一个突破为量试问 所以如果掌握到好的股票 好的买点是你接下来反败为胜的操作思路 那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保一带量突破 今天保一带量突破 今天保一带量突破之后攻上涨停板 今天的量爆得太大了 所以明天如果开高走低 挑战了前高 形成了大量 请你短线要懂得见好就收 那当然今天1.0发现到 高位的军工概念股 已经由大户主力分批的在获利下车了 所以今天跑到了低基期的军工概念股 来去做一个资金的拉升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我不是一个只会看基本面的老师 我会从基本面技术面 纯码面告诉你实战 告诉你大股告诉你买点 告诉你卖点 所以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是你现阶段订阅按赞分享的唯一首选 所以还没订阅的人帮忙1.0一个订阅 还没按赞的人按一个小小的赞 还没分享的人请你拿起手机 分享给更多需要在台股市场大赚钱的朋友 因为今年1.0的目标不是带你小小赚而已 我要带你大大赚 而且不论是短线而言 或者是长线而已 我都要带你大小通吃 好的 那我今天呢不针对诈骗的手法来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诈骗手法都会帮你拉到一个群组 然后每天发很多很多的文 那假设你没有读的话呢 大概发文应该会来到100折以上 那如果你加入这种诈骗群组请你告诉我 因为已经有很多的家人告诉我 很多的诈骗群组已经找上他 所以唯一认证官方的账号只有一个 如果你爱1.0 如果你想要找1.0的话 只有一个like i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因为其他的都是假的啦 就是只有1.0在这 真的在这 在这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当然今天 CPI明天 明天晚上呢 美国要公布CPI 到底CPI的公布是好还是坏 会影响美股的走势如何 但是我刚刚有特别告诉大家 大户主力把高位的资金转向了低基期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CPI公布之后的黑马股是谁 所以网通网通网通 是接下来特别专注的焦点 好说到网通的零涨股 1.0有没有在节目上面事先告诉大家 核勤控 为什么核勤控是网通的零涨股 而且他还是隐形的军工 今天呢有一位家人非常的可爱 在1.0的like it里面说 核勤控不太会涨 他把核勤控的字打错了 但是呢今天的核勤控是大涨了半根涨停板以上 再创新高 当然他的股性也不会天天喷啦 可能今天创高之后明天就拉回整理了 但是你要去想 为什么李宁家族的家人能够在起涨之前 提前做假好 能够在核勤控还没大涨之前就能够买进 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都可以帮1.0来去做见证 因为核勤控他去年的营收也好 获利也好 EPS也好 都是非常亮眼的 而且而且他除了有网通的题材之外 还有军工的双题材的加持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今天大盘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手头上李宁家族的家人的核勤控 今天是大涨半根涨停板以上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这一波1.0看对做对 而且提前带领我们的家人买进核勤控 而且大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现阶段 如果你现阶段看不懂行情 你还在犹豫 还在观望 还在左看右看 我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不知道要该买哪一档股票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 来 把你的热情传递给1.0 因为1.0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那当然1.0刚刚小是我的喉咙 其实我以前歌喉算是不错 我只是最近一直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喉咙不太好而已 那很多人很喜欢1.0的笑容 我高中的时候被追求者的情书上面说 1.0的笑容可具 所以我有看到很多人都在1.0的lighter上面 说1.0的笑容很好看 谢谢大家我多笑一点 因为大家喜欢看我笑 肥肥的脸笑笑的脸 大家蛮喜欢的 好 那这叫做财气福气的样子 好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你现阶段把你的手 把你的热情传递给1.0 因为1.0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我真的有信心带你今年反败为胜 但是你不要对1.0冷冰冰啊 不要冷冰冰冰冰 现阶段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还没加入1.0的lighter的家人 请你拿起手机扫一扫 加入1.0的lighter当中 记得给1.0爱的贴图 爱的笑脸 而且如果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你在lighter里面填好表单 填写明细 1.0把最好最棒的第一手讯息 分享给大家 所以基合情控之够 今天的合情控 大涨再创新高 我们又再一次的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好的 那当然其实MWC 这个叫做什么电子展 MWC呢目前已经成为实体的一个部分了 所以今天的一个资金呢 它跑到了像是网通光通讯相关的概念 尤其是低价 而且底部缓步震荡电高的 像是有进有讯甚至知偷 那如何来去做操作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像是有进喔 其实从月K线级别的角度 它形成了低档的单垂档 低档的单垂档 它是在告诉我7.9块钱附近 大户的低档吸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但是现阶段要等一个动作 等待量数转折过后 亮缩拉虎来跟上1.0低价的布局 这是网通的低价 那再来支通 支通它也是属于一个网通的低价概念 从月K线级别的角度 它形成了低点越点越高 那前波突破的关键 它必须要微量试问 亮缩拉虎来跟上1.0买点的布局 甚至像是台阳 泛鸿海集团相关的概念股 网通的低价股 月K线级别形成了低档转折 等待量数转折过后 亮缩拉虎来跟上1.0低阶的布局 甚至像是有讯 也是网通的低价股 月K线级别回撤了起涨的位阶 那一定要等待亮出 亮出过后 亮出拉虎来跟上1.0低阶的布局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 1.0特别独牌综艺的告诉你 高位的军工概念股 不要过分的去做龟诈 尤其你是资金只有一套 资金很有限的 短线里面都要分批的逢高获利卖出 这个是我上礼拜讲的 所以关于宝衣 八冠 雷虎 金刚 汉翔 该如何操作 我会放在1.0的light 8的首页 大家可以把一点的light 8小老鼠 OK 一把扫一扫 那当然今天也延伸到低位的军工 像是宝胜光 像是拓凯 好 宝胜光今天如同预期 季线野村亮灯攻上掌停板 甚至宝胜光它是低位的军工 从周K线级别形成的回撤期上留守 后续要特别去关注 法人的筹码动向亮说拉虎来跟上1.0低阶的布局 甚至像是拓凯 它是低位的军工 整理之后 周K线级别形成的多缺不补 多缺不补 多方续扬 亮说拉虎来跟上1.0切入的机会 甚至像是材料KY 好 我特别来告诉大家 很多的好股票 它涨了一段之后它会整理 整理整理的过程 它是一个买点 而材料KY 1.0是从月K线级别 来告诉大家长线的角度 来告诉你它的起掌的位阶 我是如何说 我是如何做 来请你看VC啊 甚至像是材料KY 做化学生计的 在月K线级别形成上升生法 日K线级别回撤起掌区阶 所以后续要特别去关注 亮能跟法人的筹码 亮说拉虎来跟上1.0切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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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材料KY的这档标的 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 因为后续 第一个它会有涨价效应 第二个它会有新产能的推升 所以今年无论是EPS也好 甚至本亿比的推升之下 它都会造成1加1大于2的一个幅度 所以亮说拉虎来 一定要跟上1.0布局的机会 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 1.0从月K线级别来告诉你 上升三榜 1字头的材料KY 我们掌握到 紧接着从1字头来到2字头 再从2字头即将要挑战3字头 在3字头的时间段 我们该如何提前崗位 该如何提前坐脚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抢头箱 如何抢得明天晚上CPI的黑马股的头箱 既致援既创围之够 这档标的不要再错过了 第一个它叫做铜板股 人人都买得起 未来的营收获利 它兼具的爆发能力 重点是从技术面你看出来什么 看出来打出了大底之够 准备上钩 第一目标 我们先上看三层的利润 集团加持 1.0要在7档之前带你提前坐教 带你在7档之前提前卡位 认同以1.0的操作 认同1.0的交易的家人 欢迎你加入1.0的小老鼠OK一切八八 小老鼠OK一切八八 那当然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跟1.0热线的人 1.0会选前20名幸运的你 以留电话的顺序为主 因为这是一条赚钱的线路 属于你和我 所以抢头箱热线你和我 属于前20名幸运的你 那当然办好手续 1.0会带你去买进这一档标的 铜板股百元以下人人都买得起 未来的营收获利 1.0认为兼具爆发的能力 在技术面上面打出了大抵之后 准备上钩 第一目标我们先上看三层的利润 集团加持 1.0在7档之前带你提前卡位 带你在7档之前提前坐教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一切八八 小老鼠OK一切八八 那当然想要跟1.0热线的好朋友 我们前20名幸运的你 1.0会以留电话的顺序为主 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淘汰时间再见 拜拜